神經病,怎麼跟他打?我肯定跑得比他快 Cheat.com的讀者大家好,我是成功 動作片 露火,演員 露火版牌,熊虎仔 我自己很期待,可以說我是近很多年最滿意的一部,我很久沒在香港看過電影 我19歲跟他開始拍《特景新人類》,在那裡開始愛上我們的Hong Kong Action 以前是菲林來的,以前是每一格菲林 好像那時候我們那個年代是兩個半銀錢一格 平時拍電影一秒是起碼有24格 如果我們拍《Action》的話,大一拳很慢的動作可能是150至200格 那你可以想起,每一秒就是有100個兩個半銀錢在飛過 有人願意花這些錢在我們身上 比我們還要玩爆炸,玩什麼東西,試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我是19歲跟他拍電影,令我真的知道什麼叫《Hong Kong Action》 因為我已經跟他都成六部電影的合作 而我這一生人的大部分那些很癡善的動作 生死關頭都是為這個人拍的 所以他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 不要說他教過我什麼,只是我跟他之間的信任 因為他現在過了身 我在後面還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人 我是願意,一個導演 我是願意為了他付出我的生命 我都未必找到 我記得最初Benny導演打給我 他說一部電影想不找你 你會想做好人還是壞人 我說不好意思,我覺得好人難做 我想做壞人 他說對了 另外那個就說他只會做好人 你們兩個就是夾 那個就是蛋哥 很久沒有在香港拍過這麼重火力 還有這麼Hong Kong Action的電影 不過九龍的廣東道和北京道 有一半是真,有一半是我們搭出來的 但是看完視頻是真到 我很久沒有見過遍地子彈得這麼厲害 我對上一次可以看著鏡頭說 這個就是Hong Kong Action 應該是男兒本色 我在中環拍完我的跳巴士 那些高難度動作之後 我想事隔十五年 今天我才可以再說 路火,這個就是Hong Kong Action 我想我真的可以說 這個是我這輩子演的 畫人裡面是最壞的畫人 甚至乎有機會是 香港所有開副電影以來最壞的畫人 差不多是一個香港的Joker 確實當時是有一個任何的感覺 其實我可以全部重演過 雖然有一些未必會 這麼幸運地活動過 有很多當時也包括有少少運氣 譬如說 狗派會剪下來 沒有受傷 當然當時年輕 算是健康 但也有運氣 我不知道有很多事情 我再來過是否真的會行 其實應該不行 有些事情 他哪有弄過 他那些公子哥兒 好命 又不用打 又不用打 又不用被人炸 那像是應該的 那些公子哥 那些公子 就是可寞的 非常好 每個回報